这是一代抗日名将孙立仁将军出殡时的真实影像 1990年11月18日 孙立仁因病在台中遇所逝世 享年90岁 12月8日上午 孙将军的公祭仪式在台中施力殡仪馆举行 镜头中这两位也含热泪面容哀伤的老人 是孙将军的两位遗孀 精英夫人和美英夫人 他们正带着四个子女及其家属后人 进行家计 两位夫人手持一柱清香 在孙立仁的灵前悲痛欲绝 久久不愿离开 孙将军的子女后人则跪在地上 依照中华民族的传统礼仪 祭拜他们的父亲 家计仪式结束后 在门口等待的礼兵走入屋内 将孙将军的灵鹫缓缓抬出 孙立仁的长子孙安平和次子孙天平手脱灵台走在前面 由十名礼兵护送的灵鹫紧随其后 在低沉肃穆的哀悦声中 前来宋别的退伍老兵们纷纷立正敬礼 宋老将军最后一程 随后孙立仁的灵鹫被安放在一辆精心布置的灵车上 在警车的护送下 前往台中势力殡仪馆进行攻击仪式 此时的殡仪馆内早已人满为患 社会各界送来的宛额和宛廉 几乎摆满了整个灵堂 从上面的题字来看 无故透露出孙将军生前的战功卓著 孙立仁身穿戎装的黑白照片 悬挂在灵堂的中央位置 他的仪容则安详地躺在光阔里 上午九十曲 孙立仁的攻击仪式正式开始 党政军各界人士和孙立仁生前的门生 雇旧部署等上万人 亲自前往殡仪馆祭拜孙将军 其中不乏许多双臂般白的古兮老人 他们各个老类纵横 身穿校服 以跪拜大礼 在孙将军的灵前常归不起 这些都是孙将军生前的救护袍则 当他们听说孙立仁病逝的消息后 忽远万里 从世界各地赶到台中 亲自宋老将军最后议程 孙立仁的母校清华大学 和美国弗吉尼亚军校 则托人带来了校旗 布盖在孙立仁灵舅之上 值得一提的是 这座与美国西点军校齐名的世界军事名校 将孙立仁将军列入了校使馆 与二战名将马歇尔和巴顿并列 虽说孙立仁将军的后半生遭到软禁 一直身居检出不问世事 但是他的葬礼却被急哀容 正为原为主祭 海陆空三军高层 几乎悉数出席 徐力农 罗本利 温哈雄 王信强四位将军 亲自为孙立仁灵舅 布盖青天白日齐 这一切都与其在抗日战争中立下的 卓助战功不无关系 整个攻击仪式持续了三个多小时 共有上万人亲自先来祭拜孙将军 下午一时左右 孙立仁的长子孙安平手托灵魏走出殡仪馆 后面由十名礼兵 抬着孙将军的灵鹫 缓慢跟随 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礼兵托着金钟状包奖令 以及各种勋章依次走出 这些都是孙立仁立下战功的有力证明 随后孙立仁的灵鹫被送上灵车 在军乐队演奏的阵阵哀乐声中 灵车载着孙将军的灵鹫 缓缓驶出殡仪馆 送葬车队浩浩荡荡地 开向孙将军最后的长眠之地 道路两侧占满了前来围观的群众 灵车锁过之处 鞭炮声不绝悦耳 这是民众自发的举行路纪 而一些没能到殡仪馆祭拜的老兵们 看到灵车经过 纷纷下跪叩手 送别老将军 场面十分感人 下午三时 孙立仁的安葬仪式 在台中大坑东山墓园举行 五名礼兵托着孙将军 生前所获的荣誉在灵前肃立 孙立仁的灵鹫摆放在棺谷一侧 随着一阵安息号过后 紧接着又是三声名藏枪 在简单隆重的军力中 一代抗日名将孙立仁将军 长命于此 值得一提的是 孙将军的棺谷并未埋入地下 而是放置在了地面上 这一泄阶 远于孙将军曾在临终时留下的遗言 无藏大路 关不入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